在2016赛季退役之后,有着中国通知车,掌握八国语言的国奥工区外远马季奇进入中和国奥国际部工作。 不过,随着中和国奥工作需要的调整,近日马季奇已经调然离开俱乐部,并且进入中国族协工作,去记者了解,克罗地亚籍的马季奇进入中国族协并非是要负责未来族协和克罗地亚可能达成的海外清新项目,而是另有重用,那就是进入国管部,成为一名国字号的球派。 在今年年中,邵嘉一被中国族协批容,为国家队管理不情绪总监,在邵嘉一的引荐下,马季奇得以进入中国族协工作,而他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自己在海外的人们获取信息,帮助邵嘉一收集对手的信息和资料。 事实上,自2007赛季夹盟天津太达后,马季奇如今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2年时间,其间已先后了解了天津、北京和长春的人文,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甚至是相关体制内的一些工作风格,马季奇早有了解。 与此同时,由于是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加盟中国族协,因此马季奇未来在族协的工作拥有很高的自主程度。 进入了2018年度以来,中国族协一直向着打造国际化的专业团队方向进行拓展,不仅重金签约了不少外籍裁判职裁中超,同时在国家对队伍建设上,协会日常工作中,加强了国际化的程度。 而此次马季奇的加盟,同样是中国足球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管理队伍的信号,也是响应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具体措施。 在国四号队伍的建设上,中国足协大力发展终身带的力量,包括孙继海、赵俊哲等多名退役球星,都先后到中国足协战职,而少嘉一和马季奇的组合,曾经在北京国安的工作中,就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不仅两人在球场上曾经一起配合,取得过不错的运动成绩,退役之后,当时国安的球队管理,很多工作都是两人分担,甚至在国安队成绩低谷的时候,马季奇还曾经给球队做动员,和外人谈心沟通,次次到了国家队,两人重新搭起班子。 中国足协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在未来国字号队伍的建设和整体清训工作开展方面,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